嗨,师父,你好,那个,我跟王熊,王熊熊,我们两个礼拜,所以说呢,我们这个有很多可能,这次师父来,我刚刚给你们加持,把你们搓上去,人家,人家都有感觉,你们没感觉啊,有没有啦,热不热啊,然后觉得好像一种能量提进来, 哦,他看见大莲花的呢,小莲花,对不对啊,小莲花很整齐的牌子,看见了吗,还有我讲啊,你们都没看见激公菩萨来了啊,观世菩萨,激公菩萨也来了啊,不是幻觉,是你看到的,他敢把菩萨请下来的呀, 你当然看见,他看见牵手牵,关世菩萨,你看看他,我跟你说,东西前世有修的人啊,你看不是台长一个人看见了吗,哎呦,我们自己好好地感应一下,师父啊,师父啊,我不一样的感觉,师父也很累啊,那个,我是这样,我,呃,修很长时间,但是一直不得服, 对,那么,那么,我呢,这次见到师父也很激动,就是我对我很执着,嗯,所以我呢,我家里,我就是,让师父,让我的佛台, 你拜了几正佛啊,哈哈,哈哈,一个弥勒佛,一个观世音菩萨,还有,还有,好几个, 不是菩萨,这不叫菩萨,也是菩萨,哎,好了,那你家里几个你还不知道啊,几尊呢,好几尊啊,请佛容易送佛难,请神容易送神难,请来了之后要好好供拜,如果不行的话,跟你会找麻烦的,听得懂吗, 啊,啊,你自己不要以为啊,学佛的人,就是要破除执着,因为我们学佛,因为八万四千法门,没有一个人可以说出来的,啊,人吃点就找不到,因为很多法门,它是应运而涉,根据时间呢,现在到了这个天池,它的法门跳出来,听得懂吗,你比方说过去我们用算法算法,真的用谁才用算法,用电脑,但是你说为什么不能早点给我电脑,它到了这个时间,它才有,现在末法时期,才有, 是这样的,你听得懂吗,因为你现在叫你女生生活,活过来了,他都看不好这种cancer病,癌症病他看得好,这个就叫道理,所以一个人要不要执着,啊,以为我过去一直看这个老中医的,啊,我现在不管生什么病,我都找这个老中医看,你只要任何法门都是好的,任何学博人都是好的,问题就是说,都是不同的医生,你只要把你的病看好了,我不管他中医西医, 你只要把我病治好了,我就好好的看,对不对啊,不能因为我家里主主位位都是看中医的,现在有西医了,我就不看,我就不开刀,我就不做,那么好了,你自己死在这方面,听得懂吗,那师傅我应该怎么,怎么办,那个,我后面确实供了好几层佛,我自己,我自己,我自己,我心里的,心有存疑, 我又,心有存疑,就是我告诉你,东打几,西打几,啊,懂得懂吗,有这个道理啊,你什么都学不好,你到大学里去,今天学文科,明天学理科,后天又学牙科,后天又学,学什么科,到最后你哪个人毕业啊,你哪个科都毕业不了,你听得懂吗,所以真正有智慧的人, 就好好地认种方向,就好好地跟师傅修,因为,因为一个榜人,如果没有师傅的话,很难,所以一个传,没有传统的话,很难把这个传统,因为一开始,我非常的,也想把这个,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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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方向,你一定要好好修,你把,你把师傅的那种树好好看看,而且好好拧紧精,会越来越好,明白吧,这个, 这个人呢,是全身有气的,但是你这个人,就是一点点毛利,这不是你太太,谁太太,好,那就没问题了,你这个,你这个人呢,就是啊,哎呀,犯那个叫,淘宝啊,犯的可厉害了,听得懂吗,而且人家早上来找你的,明白了吗,你是不是,哎,不是,你,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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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 这几天呢,那,现在车要来了,那么台长呢,明天呢,还要开法会,我会,我会,还有很多,我会给大家一个半小时,给大家看一层,好吗,全部都看,也不漂亮,就看,然后呢,再会呢,我们的台长不是几次饭吗,好吗,我,我,我,大家在会儿跟我们家见,啊,好,谢谢大家,谢谢大家,谢谢大家, 谢谢大家,谢谢大家,谢谢大家,谢谢大家